今天我们做木瓜牛奶炖雪蛤 把雪蛤剥开取出雪蛤油 雪蛤要选生长五六年的雪蛤 在深秋时drop制作 足灵的雪蛤油厚饱满 颜色呈淡琥珀色 没有发黑发青的颜色 雪蛤油当然是越干越好 剥好的雪蛤油有淡淡的辛香味 闻起来不会感到恶心 一只雪蛤剥好之后 大概有两克左右的雪蛤油 雪蛤泡发最好用纯净水 放两片浆去腥 泡发12个小时换一次水 接着再泡发12个小时 水的选择会影响泡发的好坏 用纯净水泡发效果最好 不能用热水 好的雪蛤可以达到150倍以上的泡发率 泡好的雪蛤清洗一下 雪蛤不能直接煮 最好隔水炖 我们在炖中中加入牛奶和雪蛤 一起蒸20分钟 期间我们准备一个木瓜 在三分之一处切开去籽 把蒸好的雪蛤倒入木瓜中 加适量的冰糖 继续蒸15分钟即可食用 雪蛤虽然说是上好的补品 但是也不要